全台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加上去年西部稻米产区因缺水而停灌 使得花东地区的米几乎是销售一空 今年的疫情做却碰上了高温少雨 农民也咬牙苦撑 自寻水源或者是抽地下水来灌溉 农民表示说 花莲南区最快6月份要进入收割期了 希望老天爷帮帮忙 让农民有个丰收年 稻穗开始低头 因风摇摆 复理乡农民在水情吃紧的情况下 咬牙轮贯 用尽各种取水方式来灌溉 期盼今年一期稻作可以丰收 因为我们复理这一期的第一期水稻 因为缺水 所以缺水还蛮严重的 所以我们的农民大概每日每夜的 都是利用轮贯的方式 让我们的水稻维持我们的品质 还要维持它的生长 然后我觉得这个天气的话 如果再不下雨的话 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第二期的稻作 怎么擦秧 缺水无法擦秧的问题 这可能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升温 再加上西部旱灾 稻米产区停灌 使得花东地区去年 二期做的稻米几乎都已经销售一口 而今年一期做 部分水稻田 最快在六月份就可以开始收割 产量是否会受到影响 农民也有些担忧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保证 我们农民 他们为了照顾他们的水稻 非常的尽心尽力 不仅用轮换的方式 还有连抽水机都出动了 所以这一期的话 目前的话 我们复理的米的品质 还是可以维持得非常的好 但是我们知道说 因为泉水的话 那我们复理的到时候 应该是会有减产的状况发生 而在这段期间 偶有雷震雨 但雨水来得快 去得也快 仍不足以应付 大面积水稻田的灌溉用水 一起到座收割完毕 若老天不配合 农民忧心二期到拆央期 缺水灌溉的问题 恐怕会越来越大 记者是玉兰 副理采访报道